今集我是为汪先生平反 多谢 在今年2月就开始见底升 我访问汪先生 人们就说小阳春而已 威威 你访问他干什么 一会儿会跌 所以我说我等他确定了 我才访问汪先生 请你们再回到汪先生上一集的访问 是真跌还是假跌 巨屋和600万以下的私楼 600万以下的三房 或者500万以下的两房私楼 现在是假跌 我访问11月的下旬 就抽签后 就会将26万解冻的单位 26万冻结了单位的解冻 上车盘的砍价盘 足以全部消化 我觉得重点就是 他跌完之后 是不会再十级以下 这只是一个U型的调整 请你看看YouTube有多少人骂他 是否一定是地产代理 你说话就一定错 我就觉得那些人很简单 我是一个八手卿家的人 我们只有一个建立威信的方式 就是你质疑我 就是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在质疑中 建立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信任 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们讲真话 什么讲真话就是 你见到什么你就说什么 还有就是你效忠的是什么呢 效忠数据 数据不转我们不会转态的 啊